有感于8月底将会进入花莲文旦幼的盛产期 担心幼农没有更多的销售管道 导致生产过剩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 特别透过农会和中央协助 将文旦幼加工成为文旦精油、香皂等产品 并且和食品集团以及香芬公司 两间企业合作来销售 共同签署了农村产业公益合作备忘录 期盼在未来可以增进文旦又附加的商品价值 并且协助花莲农村发展以及其他小农产品的开发 为多元行销推广花莲农产品 水宝局、花莲分局、花莲县府和两间企业 8月21日共同签署农村产业公益合作备忘录 联华集团旗下健康食材公司 以及商分制造商瑞泽企业公司 未来初步目标包含以企业技术及止通系统 协助花莲小农产品过剩的品项 以企业CSR计划连接花莲小农及农村产业发展 以及协助花莲在地特色农商品行销贩售 就是一个机缘的碰巧在去年 透过这个日光之境的这样的一个引介 那我们跟瑞泽企业携手一起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将花莲的百佑的盛产的这样的一个百佑收购起来 然后呢我们把它转制成精油 再转制成精油香氛因而造 我们希望能够将尖康食材跟我们莲花神通之团的资源 在各种可能的机会下 能够来协助花莲的小农 来协助花莲的一二级产业的方面的 做一些绵薄之力的贡献 我们为什么会跟花莲结缘 事实上这个缘分非常巧妙 事实上应该说八九年前 一场风灾在花莲 那时候我也还不认识花莲的这些小农 因为那时候风灾 中秋节前面风灾最多 但是那时候掉到满地的满坑满谷的柚子 他们那时候记者形容叫做绿色地毯 绿色地毯事实上是农民一年的心血 那这些绿色地毯能够做什么 那其中他们那做成的精油 闪转两三年其中一瓶精油到我手上 我们在讨论如何帮忙在花莲的这些小农 他们生产过剩的柚子 所以去年的柚子不是风灾 去年的柚子是生产过剩 现场也邀请花莲在地小农发表分享成果 包含秦草堂 厨长凤梨 东伊严犬苦茶油 古拉湾紫米食品 新绿农园 江玉堡有机农场 以及小雨娃有机生态农场等 华联幸福24日将启动文丹柚大果收购加工 制成果汁果干果酱精油等 再延伸开发各种文丹柚周边加工精品 提升产品价值 企业全约后势必再多采购华联文丹柚 帮助增加农民收益